至於這個內閣 這個不是我對他有偏見 他真的是一個平庸 懦弱無能的內閣 你說李孟宴 他當然是賴系人馬 標準賴系人馬 以前就是賴清德 當臺南市長的一個幹將 然後調到了這個 當這個行政院秘書長 他並沒有交通的專長 他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政績的表現 那學歷也是普普通通而已 學歷不好 經歷不好 成績不佳 這是這個內閣的通病 第一個行政院長卓榮泰 他一輩子混個老爸店 他做過什麼事沒有 他給我最印象深刻 是上了一週刊 跟一個漂亮的民進黨的民意代表 共同住了一個晚上 聽說沒發生什麼事 這樣子而已 然後其他的就民主黨黨主席 就在民主黨黨主席任內 讓賴清德知道他不是賴系人 不是英系的 是我侵擾賴清德的 那因此他就有這個機會 而且用他來擋誰最重很有趣 當鄭文燦 當林佳龍 因為至少沒有成績 庸庸碌碌到公卿 中國歷史上多的事 找這種人擺在那邊 那至少他比較資歷 比較深 所以他學歷沒學歷 經歷沒經歷 成就沒成就 當行政院長 其他更不用講了 教育部長 臺灣是很差的博士學位 然後那個誰 那個什麼未來的 那個秋水症也是臺灣很差的 三流學校的都博士學位 那都陳明通的子弟兵 大家應該比較熟悉的是劉士芳 劉士芳也沒什麼 劉士芳算是比較正派 但是問題就是他也沒什麼 了不起的經歷 學歷成就主張都沒有 文化部長小也算是我的學長 不過這個也普普通通 就是小說家出身 長期跟民進黨走在一起 被拉拔出來 也沒什麼好談 然後法務部長 也差不多是這種水平的 但最重要的 那個蔡英文是這樣子 完全素 這個賴清德是完全素 他掌控法務檢查 這個所謂的情報 特務系統 全部掌控這個東西 他覺得這樣權力才有保障 所以他法務部長 來自給人的電禮是理所當然 而且這個你做什麼優點 只要說第一個要親民進黨 第二個要親台獨 第三個最重要 效忠賴清德 他所要的標準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在這個標準底下 才不會像馬英九那傻傻的 馬英九這個當了總統下來 去參加一個法界大佬的功績 在那場合沒有任何 當法務部人站起來跟他打招呼 可是這些人 只要你看賴清德 只要下臺 這些人一定會起來 你拉拔我有恩 對不對 所以馬英九秉公處理 沒有人情 以後就沒有人理他 那今天這個完全不一樣 這些人以後都會 因為他沒有能力 沒有學歷 沒有精力 沒有成就 他唯一就是賴清德欣賞 這些人會對賴清德 死心塌地的效忠 好 說到一個人選 這個張將軍您看 這次大家就看說 管碧林還要繼續擔任 他的這個職務嗎 海委會主委 說沒換 如果沒換的話 那是不是就麻煩了 因為金門的這個事情 大陸還在等真相 這個漁船的這個翻覆事件 還在調查中 那但是當初管碧林是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處理的 那如今呢 現在等到說五月份 那麼據瞭解有最新的消息是說 大陸方面又要派人在針對這件事情的調查 要來進一步來盯進度 而我們現在也有個士兵不是在對岸嗎 大陸方面也在說仍然針對他的身份 來做核實調查 那偏偏呢 現在怎麼辦呢 沒有要換 沒有要換 那對此管碧林是沒有證實到底他是不是要留任 可是呢 這個就有人在說 管碧林留任海委會 顧立雄接國防部 未來兩岸緊張要降溫 簡直成神話天佑中華民國啊 哎呀 將軍您同意嗎 像這樣的人繼續當他們的官 對 我認為剛才蔡委員講得很對啊 這次的內閣我認為這非常的堪慮 憂慮 應該講他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我認為他這邊是 這一次的內閣是做官內閣 會做官 但是不會做事 你說那個海委會的主委 那個驚嚇隨意的事件 對 這個管主委啊 驚嚇隨意事情都出 這種危機 他不會處理 這種危機 這種危機我們知道在軍眾裡面 馬上就處理了 你看他怎麼處理的 那你想要如果蓋 管碧林 你如果想要蓋 沒有 大陸方面現在要跟你附談 對 要好好的要跟你討真相 討公道 他第一時間沒有 都變成薄洋蔥這個新聞效應 一直在那邊炒之 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呢 這個事情很容易ending 結束了 順利落幕 然後這個雙方各自歸見 就結束了嘛 沒有一直拖這個東西 在說二月十四號 到現在為止 都已經兩個 兩個多月了 你還要繼續到五月 三個多月了 搞那麼久 夜長夢多嘛 這個我們可以知道 所以我認為是做官內閣 不會做事 危機處理 不及格 危機處理 沒有經驗 只能做官 他沒有結束 這些很多事情 巨細民意 大大小的事情 趕快做危機 這個任務分別 這個該怎麼解決 這個重點該怎麼把握 這該怎麼用什麼途徑 採取什麼方式 跟什麼人去對接對投 馬上就展開了嘛 戰略展開 然後逐一解決 很快就落幕了 他不會 所以我認為這個內閣 他特色 第一個特色 他是做官內閣 然後這個就是政治酬庸 政治酬庸給他 他可能剛才就跟蔡英文講 因為他扶選有功 就變成政治分章 派系分章 變成他各個派系 這個派系給一些 那個派系給一些 新潮流給一些 這個給一些 就變成派系分章 那第二個特色 我認為是守 我們講到的 就是守舊內閣 成舊 成舊內閣 沒有創新 他沒有創新 你這部派這些人 怎麼會創新 他能夠守成就不錯了 他就變成守舊 成舊變成只會依循以前的 他固步自封 沒有 我看沒有創新 有沒有說讓你讓主持人 煥然一新的 有沒有讓委員 煥然一新的名單 有沒有 有沒有議員 你改到哪一個人 讓人耳目一新的 人心為之一震的 我也沒有 這是個成就內閣 守舊內閣 現在國家 現在他此起比 如果都AI都出來了 你應該趕快創新 趕快努力 趕快跑步跟上 而不是就坐 坐在讓人家在門超車 我們趕快要追上 我們這個國家所面臨的 這種挑戰 這種困境是非常大的 所以第二個我認為守舊內閣 成就內閣 那第三個是什麼 我認為第三個是狹隘內閣 狹隘 你從百分之四十的選 你選材就是那麼大 你的水池水庫就那麼小 對 中國大陸十四億人口選材 哇 都是都是 所以羅南輪區 也就是這些人 我們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已經夠少了 你再從兩千三百萬人 百分之四十裡面選 這個小水庫 我們叫小水庫 變成小水池 你從小水池 你那個沒有量 你就不可以有質 有量的時候才量中選質嘛 就出來了嘛 你從這個小水庫 小鼻子 小眼睛 小範圍 小圈圈 去選這些人來當內閣 那怎麼辦 那國家通通交給這些人上面的話 所以剛才蔡委員講了 很值得憂慮 我看你會值得非常操心 可能蔡委員晚上會睡不好 我睡得很好 要不然國民黨沒機會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配件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請下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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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